叶昭穎在采访中说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 在羽毛球半决赛前一天晚上 时任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主教练 女单主教练等人 强制要求他在第二天的比赛中 输给队友公志超 并让对方保持体力 以便他在决赛中能击败丹麦选手 夺得金牌 叶昭穎说 这些人告诉他他输掉比赛 他们会给他与金牌得主相同的 大约21,500欧元的奖金 叶昭穎表示 这真的令人难过 但他一个人没有办法 对抗中共的整个体制 资料显示 在悉尼当年的那场比赛中 叶昭穎在半决赛中 以0比2败给了公志超 在同牌战中 击败了另一队友获得同牌 而公志超之后 在决赛中击败了丹麦好手 卡米拉·马丁夺得金牌 世界雨连就此事件 发表了声明 表示无法对与这一历史事件 相关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 主席龙德说 羽毛球运动中 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比赛操纵 都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比赛中击败了